嗨安娜,周末有计划吗? 黑约翰,还没有,那你呢? 我本来想去远足,想加入我吗? 听起来很有趣,我以前从未去过徒步旅行。 别担心,我会给你看绳子的,这将是一次很棒的冒险。 太棒了,我应该穿什么去远足? 穿舒适的衣服和结实的鞋子,别忘了戴上帽子和防晒霜。 好吧,我会记住的,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见面? 我们在早上八点在远足径入口处见面,这对你有用吗? 完美,我会准时到的。 太棒了,这将是一个很棒的周末度假。 我等不及了,能尝试一些新东西,我真的很兴奋。 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安娜,准备好欣赏一些美丽的景色。 我很期待,约翰,谢谢你邀请我。 那么,安娜,除了徒步旅行之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探索的其他地方? 嗯,去海边怎么样?我喜欢海浪的声音和脚趾尖沙子的感觉。 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放松,游泳,晒太阳。 我们应该去哪个海滩? 好吧,距离这里,大约一小时车程,有一个美丽的海滩。 它以其清澈的海水和纯净的沙子而闻名。 完美,让我们打包一些零食和饮料,度过美好的一天。 我们也可以带一把沙滩伞和一些沙滩游戏。 我会带沙滩筋和一本好书来读。 放松身心,享受海风,真是太好了。 绝对可以。 休息一下并恢复精力很重要。 我已经可以想象海鸥的声音和盐水的味道了。 我也是。 这将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变化。 我等不及要把脚趾进入水里了。 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安娜,一起探索新地方并创造回忆永远是一次冒险。 我完全同意。 约翰,无论是徒步旅行还是去海滩,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坐。 安娜,我对我们的周末冒险还有另一个想法。 去附近的国家公园公路旅行怎么样? 哦,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 我一直想去国家公园。 我们能在那里做什么? 我们可以去远足,探索自然步道,甚至可以发现一些野生动物。 这是与大自然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 听起来太神奇了。 我喜欢被树木包围,也喜欢在动物的自然栖息地看到动物。 这是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的完美方式。 此外,国家公园还拥有壮丽的景色和拍照机会。 算我吧,约翰。 公路旅行非常有趣,探索国家公园将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我很高兴你准备好了,安娜。 这将是一次充满美丽风景和难忘回忆的冒险。 约翰,我在想,既然我们要去国家公园,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次激燃后过夜露营呢? 这是个好主意,安娜。 在星空下露营听起来像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我们可以戴上帐篷,睡袋,享受舒适的篝火。 这将是一个建立联系和分享故事的机会。 绝对可以。 我们可以烤棉花糖,弹吉他,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我已经可以想象坐在篝火旁,听着刺耳的火焰和森林的声音。 这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 安娜,国家公园的宁静与露营相结合,将创造难忘的回忆。 我真的很期待,约翰。 这将是一个充满冒险的周末,充满探索和露营的乐趣。 安娜,让我们研究一下国家公园的景点和露营设施。 我们应该计划行程。 好主意,约翰。 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徒步路线、风景秀丽的景点以及任何可用的导游之旅。 绝对可以。 我们还应该检查在公园露营是否需要任何具体的规定或许可证。 做好准备并知道会发生什么很重要。 我们还可以寻找附近的任何便利设施,例如浴室或野餐区。 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安娜。 让我们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让我们的旅行顺利愉快。 我将开始查看公园的网站,看看我能找到哪些有用的细节。 太棒了! 我将搜索其他访客的评论和推荐,以了解他们的体验。 约翰,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周六清晨离开,充分利用我们在国家公园的一天。 我同意,安娜。 我们越早开始,我们探索和享受公园景点的时间就越长。 另外,提早离开将使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在拥挤之前找到一个不错的露营地点。 这是个好观点。 我们将有更多的选择,也更有机会为我们的帐篷找到一个不错的位置。 我建议我们在早上六点左右开会,以确保我们在交通拥挤之前上路。 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 我们将在前一天晚上收拾好露营装备,这样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在早上出发了。 我会把闹钟设置为早起。 我对我们的国家公园之旅感到非常兴奋。 我也是,安娜。 这将是一个充满冒险和自然美景的美好周末。 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徒步路线,拍下精美的照片,享受大自然的宁静。 安娜,现在是星期六早上,让我们打包露营装备、食物和徒步旅行必需品。 对,约翰,我去拿帐篷、睡袋和吹具。 别忘了防虫喷雾。 好主意,安娜。 我会打包露营火炉、火柴和一些干柴做篝火。 我们还应该带上足够的食物和水,以及一些用于徒步旅行的小吃。 当然,安娜,让我们打包一些三明治、水果、能量磅和大量的水平。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登山靴、帽子、太阳镜和用于任何紧急情况的急救包。 安全第一,我会确保我们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都很重要。 约翰,我们都收拾好了,准备出发。 你兴奋吗? 我当然是,安娜。 让我们上路,让这次公路旅行令人难忘。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用我们最喜欢的歌曲设置一个播放列表。 我们可以在开车时一起唱歌。 这是个好主意。 音乐总能让旅程更加愉快。 我会把我的手机连接到汽车的音响系统。 我会当替补歌手,约翰。 为拼车卡拉,OK,做好准备。 哈哈,这将是一次有趣又音乐的公路旅行。 让我们唱出新声,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美丽的景色,一起唱我们最喜欢的歌曲。 我们走吧,约翰。 安娜,我们到了国家公园。 让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露营地。 看看那边,约翰。 那个区域看起来很完美。 他靠近洗手间设施,视野很好。 我同意,安娜。 轻松使用便利设施很重要。 让我们搭帐篷,安顿下来吧。 等你保护好堵住的时候,我会开始展开帐篷。 我们很快就会有舒适的家过夜。 很棒的团队合作,安娜。 帐篷搭好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安排睡袋和露营装备。 别忘了露营椅,约翰。 在篝火旁有一个舒适的地方,放松身心,真是太好了。 你说得对,安娜。 我会拿起露营椅,把它们放在火坑附近。 约翰,让我们开始探索远足小径吧。 我等不及,要沉浸在公园的自然美景中了。 当然,安娜。 我们将见证壮丽的风景,探索荒野的奇观。 我听说,附近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向令人探为观止的景色。 让我们从那个开始。 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 我们一定要带上相机来捕捉壮丽的景色。 也许我们甚至会在路上发现一些野生动物。 睁大眼睛,约翰。 我会注意的,安娜。 探索远足径将使我们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让我们花点时间,享受周围的宁静,欣赏大自然所提供的美丽。 当然,安娜。 探索小径,惊叹于公园的自然奇观,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完全同意,约翰。 让我们系好登山靴,一起踏上这场冒险之旅吧。 安娜,看!有一只鹿在草地上吃草。 太优雅了! 哦哇,约翰! 让我们慢慢而安静地靠近,在不打扰它的前提下仔细观察。 同意,安娜。 我们不想把它吓跑。 观察大自然的生物非常迷人。 抬起头来,约翰。 那些栖息在树枝上的五颜六色的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它们确实是安娜。 让我们花点时间欣赏那些充满活力的羽毛和它们悠扬的歌曲。 我希望我们有一本鸟类识别书。 知道这些不同物种的名字会很有趣。 这是个好主意,安娜。 我们可以做笔记,稍后回到露营地后再进行研究。 约翰,从这个观景点看到的景色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 这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 我完全同意,安娜。 连绵起伏的丘陵,波光淋漓的湖泊和遥远的山脉,风景如画。 让我们拿出相机捕捉这些令人惊叹的风景。 这些照片将精彩地提醒我们这次旅行。 当然,安娜。 颜色和灯光都很完美。 每张照片都将是值得珍惜的宝藏。 别忘了也给我们拍张照片。 约翰,我们想记住我们在这次冒险中分享的时刻。 当然,安娜。 让我们在这片自然美景中找到拍一些精彩情侣照的最佳地点。 微笑,约翰。 这些精美的照片将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在微笑,安娜。 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我很感激能和你一起体验。 我也是,约翰。 让我们继续探索和捕捉这个国家公园的美丽。 一次一张照片。 安娜,让我们找个好地方吃野餐吧。 那边有一片宁静的草地。 听起来很可爱,约翰。 让我们摊开毯子,在这风景如画的环境中享用美食。 我打包了一些三明治,水果和零食。 对于这样的一天来说,这是完美的野餐菜单。 别忘了喝点饮料,约翰。 一杯清凉的饮料将为我们的野餐盛宴锦上添花。 你说得对,安娜。 我带了一些冰镇柠檬水供我们享用,一定会让人耳目一新。 约翰,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露营旅行中的那件有趣的事件吗? 哦,对了,安娜。 我怎么能忘记? 我们不小心把帐篷往后搭好,投在入口处过夜。 哈哈,太好笑了。 我们笑得很开心,吸取了关于帐篷搭建的宝贵教室。 那么,我们在徒步旅行时,被与困住不得不用树枝做一个临时避难所的时候呢? 哦,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湿透了,但是当我们努力保持干爽时,笑得停不下来。 这些回忆让我想起了我们一起经历的冒险。 它们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 当然,约翰。 通过欢笑和分享经历,我们创造了持久的回忆并加深了我们的联系。 我很感激我们所有的故事和我们分享的笑声。 正是这样的时刻让生活变得特别。 我也是,约翰。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公园的美丽,继续留下更多的回忆并分享笑声。 安娜,我听说有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徒步旅行,可以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你准备好冒险了吗? 当然,约翰。 我喜欢一个不错的挑战。 让我们努力奋斗,看看顶层还有什么奇迹在等着我们。 记得保持水分,必要时休息一下。 徒步旅行期间,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我会带上路线图,并确保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让我们一起逐步征服这次徒步旅行。 这就是精神。 安娜,凭借决心和团队合作,我们可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障碍。 看,约翰,我们快到了,我能看见前方的瞭望点,让我们继续努力,直到我们达到目标。 我能感觉到激动人心的感觉,安娜,我们即将目睹真正非同寻常的事情。 约翰,看看天空,日落用鲜艳的色彩描绘了地平线,这绝对令人着迷。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安娜。 橙色、粉色和紫色的色调营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 让我们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一起,看日落。 现在是停下来,欣赏我们周围美景的时刻。 同意,安娜,让我们坐下来,沉浸在这个令人敬畏的景象中。 它让人想起了世界的美丽和奇迹。 颜色似乎每过一分钟都在跳舞和变化。 这是一次真正神奇的体验。 我很感激能与你分享这一刻,安娜。 正是这样的时刻让生活变得非同寻常。 同样,约翰,我们目睹了壮丽的风景,共同的笑声,现在我们一起惊叹于这片日落。 让我们珍惜这一刻,把它当作我们的旅程和我们共同的纽带的象征。 当太阳沉入地平线之下时,让我们将鲜艳的色彩和这一天的回忆铭记在心中。 安娜,让我们收集一些柴火,然后点篝火。 这是结束一天的完美方式。 好主意,约翰。 我去拿棉花糖和全麦饼干。 我们可以做一些美味的ASMORIES。 我会搭好火坑,然后把火烧开。 坐在篝火旁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我完全同意,约翰。 刺耳的火焰和温暖营造出舒适的氛围。 看,棉花糖已经准备好烘烤了。 谁能做出完美的金棕色ASMOR。 接受挑战,约翰。 让我们看看谁能做出最美味的ASMOR作品。 我的巧克力和黏糊糊的棉花糖完美平衡了。 这是一部ASMOR的杰作。 好吧,我的还有一层巧克力。 这是一款带有放纵风情的ASMOR。 让我们深入了解并品尝这些甜点。 没有什么比自制的ASMOR的味道更胜一筹了。 约翰,抬头看。 夜空中布满了无数的星星。 这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繁星般的仙境,安娜。 我忍不住对宇宙的宏伟感到一种敬畏和微不足道的感觉。 恒星的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它提醒人们宇宙到底有多广阔和神秘。 让我们躺下来,把所有东西都拿进去吧,安娜。 我们上方闪烁的星星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 我觉得自己很小,但却与比我们自己大得多的东西息息相关。 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 你看到那个星座了吗? 安娜。 它看起来像一组恒星形成了一个熟悉的形状。 是的,约翰。 这是猎户座,强大的猎人。 古代文明利用星星来航行和讲故事。 我们正在延续这一传统,安娜。 当我们凝视星星时,让我们创造自己的故事和梦想。 我很感激能和你在一起,约翰,在这迷人的夜空下。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珍惜的时刻。 安娜,让我们明天一大早设置警报。 我听说这里的日出绝对令人着迷。 听起来棒极了,约翰。 早起见证新一天的美好是开始冒险的好方法。 我们需要一些保暖的衣服和一台相机来捕捉日出的魔力。 这是我们不想错过的时刻。 我一定要带一个装有热咖啡的热水瓶。 当我们等待太阳升起时,它会让我们保持温暖。 安娜,我们来享受一下了。 天空的色彩,清晨的宁静,这是一种宁静而宁静的体验。 看,约翰。 第一缕阳光正在用粉色和橙色的色调描绘天空。 这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让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看太阳优雅地从地平线上方升起。 这是一个纯粹的美丽时刻。 约翰,我为我们准备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煎饼,炒鸡蛋和新鲜水果。 这是我们一天探索的完美燃料。 听起来太神奇了。 安娜,你总是知道如何让早餐变得特别。 我等不及要深入研究了。 早餐已供应。 让我们享受这顿饭,讨论我们今天想探索哪些小镜。 早餐后,让我们拿起背包,冒险进入未知世界。 谁知道我们会发现哪些隐藏的宝石。 我喜欢探索新道路和偶然发现意想不到的美景所带来的刺激。 这就像拆开礼物的包装。 看看那个隐藏的瀑布,安娜。 它藏在森林的这个宁静角落里。 真是个了不起的发现。 在那边,约翰。 一片野花甜,色彩缤纷。 就像在画中漫步一样。 大自然永远让我惊奇,安娜。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会揭开新的奇迹, 让我们感到敬畏。 让我们继续探索,约翰。 这个地方的美丽无穷无尽, 还有更多值得一起探索的地方。 安娜,看看那个瀑布。 涌水的声音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个消暑的好去处,约翰。 让我们在水中畅游, 享受我们周围的自然美景。 水看起来晶莹剔透, 让我们脱下鞋子, 感受双脚的凉意。 啊,水感觉棒极了! 这就像大自然的水疗护理, 让人恢复活力, 恢复活力。 让我们在瀑布附近游泳, 雾气和喷雾营造出神奇的氛围。 我无法抗拒站在瀑布下的诱惑。 这就像一次天然的淋浴, 可以洗掉所有的后顾之忧。 加入我, 安娜。 让我们拥抱清新的瀑布,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约翰, 瀑布附近的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野餐。 让我们自发地吃一顿午餐, 品尝这一刻。 我喜欢这个主意, 安娜。 瀑布的声音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 营造出风景如画的环境。 我打包了一些三明治, 水果和一瓶苏打水。 简单但美味。 正是这些计划外的时刻, 使旅程变得更加特别, 让我们铺开毯子, 享受野餐的乐趣。 大自然的声音和食物的味道, 使这次野餐令人难忘。 这是一场感官盛宴。 瀑布、新鲜空气和这种美味的食物相结合, 让我体会到生活中的简单乐趣。 约翰, 我很感激能和你在一起, 欣赏这美丽的风景, 一起创造回忆。 安娜, 我一直很喜欢听到你的旅行经历, 告诉我你去过的最难忘的地方。 哦, 约翰, 有很多。 但是我认为最难忘的, 是我徒步登上冰岛火山顶的时候。 这种景色超凡脱俗。 哇, 听起来不可思议, 冰岛绝对在我的旅行清单上, 我只能想象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 那你呢, 约翰, 与我分享你最喜欢的旅行冒险之一。 我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是探索秘鲁马丘比丘的古代遗迹。 历史和景色令人敬畏。 马丘比丘, 对我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梦想的目的地。 我迫不及待地想有一天亲眼看见。 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份旅行愿望清单, 安娜。 计划和开始新的冒险会非常有趣。 当然, 约翰, 让我们开始集思广益, 并在清单中填写我们想要探索的所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安娜, 我报名参加带导游的自然漫步。 我们将了解公园的生态, 发现隐藏的奇观。 这是个好主意, 约翰。 我一直渴望更多地了解环境和居住在其中的不同物种。 我们的导游似乎知识渊博。 我很高兴听到以这个公园为家的独特洞植物。 看, 约翰。 导游指出了一种稀有的兰花。 如此娇嫩的花朵能在野外茁壮成长, 真是太神奇了。 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 安娜。 我对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平衡和相互依存着迷。 导游刚刚发现了一个鸟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鸟类如何创造这些错综复杂的结构来保护幼崽。 了解公园的生态学使我们对保护和保护这些自然宝藏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当然, 约翰。 我们有责任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让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它的美丽。 安娜, 让我们参观游客中心, 进一步了解这个公园的历史。 揭开这些自然奇观背后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的。 我完全同意, 约翰。 了解公园的历史将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重要性和保护性。 看看所有的展品, 安娜。 它们展示了丰富的遗产以及为保护这片珍贵土地所做的努力。 护林园知识渊博。 他们正在分享有关野生动物、 早期定居者和保护工作的有趣事实。 我很惊讶地得知这个公园多年来是如何演变的, 适应变化并努力保持其生态平衡。 让我们来拿一些小册子和地图, 约翰。 它将帮助我们在公园中导航, 发现更多隐藏的宝藏。 当然, 安娜。 凭借知识和惊奇感, 我们将充分利用在这里的时光创造持久的回忆。 约翰让我们沿着风景优美的车穿过公园。 我听说风景非常多样且令人叹为观止。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安娜。 开车探索公园将使我们能够覆盖更多地面, 并从不同的角度见证其美丽。 看看那个景色, 约翰, 连绵起伏的丘陵, 广阔的草地和高耸的山脉。 这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 树叶不断变化的颜色令人着迷, 感觉就像我们在穿越大自然的万花筒一样。 让我们滚下窗户, 感受这条风景优美的自驾车的景象和声音, 感受脸上的凉风。 看看那边, 安娜。 一群鹿在远处安静地吃草。 这是一次与野生动物的神奇相遇。 景观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从茂密的森林到开阔的平原, 这个公园确实拥有一切。 我很感激有机会见证大自然之美, 安娜。 这令人谦卑地提醒我们, 我们的星球是多么广阔和多样化。 约翰, 让我们继续开车, 拥抱这段风景秀丽的旅程的奇迹。 这是一场我们眼睛和灵魂的视觉盛宴。 安娜, 让我们去徒步旅行并探索小镜。 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之美中的好方法。 我喜欢徒步旅行, 约翰。 新鲜空气, 锻炼和冒险意识使之成为一种令人振奋的体验。 看看路线图, 安娜。 有不同的路径可供选择, 让我们选择一个能带我们欣赏风景优美的观景台。 听起来很完美, 约翰。 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隐藏的瀑布, 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甚至可能沿途还有一些野生动物。 让我们确保我们有登山靴、水瓶和防晒霜。 安全和准备对于成功的徒步旅行至关重要。 当然, 约翰。 在享受户外活动的同时, 保持水分充足并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非常重要。 安娜, 让我们远足休息一下, 吃点零食。 我带了一些越野混合物和能量棒。 时机恰到好处, 约翰。 我开始感到有点饿了。 零食将为我们提供继续冒险所需的能量。 这里, 来点小鹿混搭吧。 这是坚果、 干果和巧克力的美味组合。 嗯, 这个越野混音太好吃了。 甜咸的味道非常令人满意。 谢谢你, 约翰。 不客气, 安娜。 在户外活动中, 吃一顿美味的零食能让我们的精神振奋, 总是一件好事。 你还有什么好笑的故事要分享吗? 约翰。 笑是我们旅途中最好的伴侣。 我有一个我想你会喜欢的。 它涉及一只顽皮的松鼠和一次出错的野餐。 我等不及要听了。 约翰。 笑声具有感染力, 它将使这次徒步旅行体验更加令人难忘。 安娜, 让我们通过摄影捕捉旅程中的美好时刻。 这是保存我们记忆的好方法。 我完全同意, 约翰。 一张照片可以讲述一千个故事, 让我们重温未来的这些珍贵时刻。 来, 拿起我的相机, 安娜。 你有很好的眼光捕捉自然的本质, 极其奇观。 谢谢你, 约翰。 我一定会拍一些精彩的照片, 与朋友和家人分享。 我们也不要忘记记记下我们的经历。 写下我们的想法和反思将有助于我们记住细节。 约翰, 像这样坐在篝火旁感觉既舒适又宁静。 这是进行真诚对话的理想场所。 我完全同意, 安娜。 火焰的刺耳声和上方的星空 营造了一种鼓励坦诚交谈的氛围。 让我们分享我们的梦想。 约翰, 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设想? 你有什么目标和报复? 我梦想有一天能建立自己的可持续农场——安娜。 我想种植有机农产品并推广环保做法。 这听起来很神奇, 约翰, 我已经可以想象你被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所包围, 帮助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地球。 你呢? 安娜, 你的梦想和激情是什么? 我一直深爱动物, 约翰。 我的梦想是与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合作, 保护宾威物种。 这太不可思议了。 安娜, 你的奉献精神和同情心将对保护我们星球的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 让我们继续支持彼此的梦想——约翰。 团结起来, 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创造更光明的未来。 安娜, 躺在我们舒适的帐篷里,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真是太宁静了。 这是一首睡个好觉的完美摇篮曲。 我同意, 约翰, 沙沙作响的树叶, 鸣叫的蟋蟀, 以及遥远的风声, 营造出舒缓的交响乐, 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想起了自然世界的美丽与和谐。 我们确实与更伟大的事物息息相关。 我对这次经历感到感激——约翰, 被大自然的小夜渠所包围, 是使我们的灵魂恢复活力的礼物。 安娜, 让我们拥抱和平与宁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公园里 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慢慢入睡。 约翰, 是时候收拾我们的营地了。 尽管我会想念这个地方, 但现在是时候告别公园, 继续我们的旅程了。 安娜, 我的情绪喜忧参半, 新冒险的刺激在等着你, 但我要珍惜我们在这里创造的回忆。 我们在这个公园度过的时光 充满了敬畏、 探索和与自然的联系。 它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占有特殊的位置。 让我们确保 我们不留下任何痕迹。 安娜, 为子孙后代尊重和保护 这个公园的美景非常重要。 当然, 约翰, 我们将收集财物, 清理露营地, 带着感激和赞赏的心情, 告别公园。 当我们离开时, 让我们携带这个公园的精神, 它的美丽、教训和惊奇感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再见, 公园。 感谢你们留下的回忆, 冒险经历, 以及有机会以如此深刻的方式 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安娜, 看看前面那个迷人的小镇。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探索其古雅的街道吗? 当然, 约翰, 探索新地方总是令人兴奋的。 让我们看看这个城镇 能提供什么? 我喜欢这些建筑的建筑, 它们具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可以带您回到过去。 而且, 这里的人看起来很友好, 体验小镇的温暖和热情好客 真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先去当地的商店吗? 我敢肯定, 我们会找到一些独特的宝藏 和纪念品带回家。 哦, 约翰, 看看这家小商店。 这里到处都是 手工制作的手工艺品 和当地艺术品。 让我们进去探索。 我很兴奋, 安娜。 当地艺术品 通常讲述一个故事, 反映一个地方的精神。 让我们看看 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些话太棒了! 每一次笔触 都捕捉了城镇 及其周边地区的精髓。 我们应该买一个 作为纪念品。 我同意, 安娜。 这将美好地提醒 我们的旅程 和我们共同创造的回忆。 所有这些探索 都让我感到饥饿。 让我们找一家 当地餐厅 品尝当地美食。 好主意, 安娜。 尝试新菜 使我们能够体验 该地区的风味 和烹饪传统。 这家餐厅看起来 既舒适又温馨。 让我们坐下, 看看他们从菜单中 推荐了什么。 安娜, 你看, 这里有个博物馆。 我们可以介入 并进一步了解 该镇的丰富遗产吗? 当然, 约翰。 博物馆 就像知识的宝库, 让我们沉浸在 这个地方的历史 和文化中。 这里的展品 令人着迷, 安娜。 他们展示了 这座城市 穿越时空的旅程 及其人民的故事。 我喜欢博物馆 如何将历史 变为现实。 看到文物 并了解塑造 这座城镇的传统 真是太神奇了。 博物馆还展示了 当地工匠的艺术 和手工艺, 看到它们的创造力 和技巧令人鼓舞。 让我们花点时间, 尽可能多地吸收。 每个展览 都有独特的东西 可以提供, 我们不想错过 任何东西。 安娜, 让我们沿着这条 美丽的河流 悠闲地漫步吧。 手牵手, 我们可以享受 宁静和彼此的陪伴。 听起来很棒, 约翰, 手牵手散步, 感受威风, 聆听河流的舒缓声音。 正是这样的时刻 让我想起了 有你在我身边 是多么幸运。 安娜, 你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 欢乐和爱。 而你, 约翰, 让每一刻 都变得特别。 我很感激 我们之间的纽带 和共同踏上的 冒险之旅。 当我们走路时, 让我们领略 周围的大自然之美, 郁郁葱葱的 绿色植物 和河流的宁静 营造出宁静的氛围。 我同意, 约翰, 这是反思, 欣赏当下 并创造更持久 回忆的绝佳机会。 安娜, 你看, 这里有个博物馆。 我们可以介入 并进一步了解 该阵的丰富遗产吗? 当然, 约翰, 博物馆 就像知识的宝库, 让我们沉浸在 这个地方的历史 和文化中。 这里的展品 令人着迷, 安娜。 他们展示了 这座城市 穿越时空的旅程 及其人民的故事。 我喜欢博物馆 如何将历史 变为现实。 看到文物 并了解塑造 这座城镇的传统 真是太神奇了。 博物馆还展示了 当地工匠的艺术 和手工艺, 看到它们的创造力 和技巧令人鼓舞。 让我们花点时间, 尽可能多地吸收。 每个展览 都有独特的东西 可以提供, 我们不想错过任何东西。 安娜, 让我们沿着这条 美丽的河流 悠闲地漫步吧。 手牵手, 我们可以享受 宁静和彼此的陪伴。 听起来很棒, 约翰。 手牵手散步, 感受威风, 聆听河流的舒缓声音。 正是这样的时刻 让我想起了 有你在我身边 是多么幸运。 安娜, 你给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 欢乐和爱。 而你, 约翰, 让每一刻都变得特别。 我很感激 我们之间的纽带 和共同踏上的冒险之旅。 当我们走路时, 让我们领略 周围的大自然之美, 郁郁葱葱的 绿色植物 和河流的宁静 营造出宁静的氛围。 我同意, 约翰。 这是反思, 欣赏当下 并创造 更持久回忆的 绝佳机会。 安娜, 看看那边 那个舒适的 咖啡馆。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一起喝杯咖啡吗? 听起来很愉快, 约翰。 在舒适的环境中, 喝杯热咖啡 是放松身心 和恢复经历的 完美方式。 让我们找个舒适的地方, 品尝现煮咖啡的香气。 正是这些小时刻 让生活变得美好。 我完全同意, 约翰。 正是这些简单的乐趣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创造了珍贵的回忆。 我很感激你能度过这一课, 安娜。 这是交流、 放松和分享我们想法的绝佳机会。 我也是, 约翰。 我们在一起的冒险 总是充满惊喜、 欢笑和难忘的经历。 安娜, 当我们喝咖啡时, 让我们花点时间 回忆一下 我们经历的 不可思议的周末 冒险经历。 当然, 约翰。 从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 到我们发现的新地方, 这是一个 充满魔力的周末。 还记得我们那次徒步旅行吗? 安娜。 山顶上的景色 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我感觉自己 站在了 世界之巅。 哦, 还有公园里的露营地 约翰。 我们被大自然的美景 所包围, 篝火给我们 带来了温暖和舒适。 我们参观的 这个迷人的小镇 就像故事书里的东西 安娜。 博物馆、 当地商店 和美味的食物 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们手拉手 在河边悠闲漫步, 这是我永远珍惜的 和平与联系的时刻。 安娜。 我们的周末 冒险充满了爱、 欢笑和共同的时光, 正是这些经历 使生活 真正有意义。 我完全同意 约翰。 我们在一起的旅程 不断提醒我们, 我们有彼此 是多么幸运。 安娜。 我对我们 共同创造的经历 和回忆深表感激。 我也是 约翰。 我们的冒险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并以 我无法想象的方式 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分享的每一刻 无论大小 都塑造了我们的旅程, 使之 真正非同寻常。 我很感激在这段 不可思议的旅程中 充斥着我们心中的欢笑、 惊喜和爱。 我们的经历 教会了我们 欣赏世界之美 和我们内在的美丽, 安娜。 当我们开车回家时, 安娜 让我们唱一首 我们最喜欢的歌, 让音乐 迷并且弥漫在空气中。 我喜欢这个主意, 约翰。 一起唱歌将使旅程更加愉快, 并带回我们冒险的回忆。 我们唱的歌 曲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分享的时刻, 我们探索过的地方, 以及我们内心深处的爱。 这是一种 回顾我们的旅程, 欣赏引领我们前进的道路的绝佳方式。 安娜, 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看看我们最喜欢的冒险照片。 听起来很完美, 约翰。 这是重温回忆 和分享我们经历的快乐的绝佳方式。 看看这张照片, 安娜。 它捕捉了我们在海滩上目睹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日落。 颜色令人难以置信。 哦, 还有这个, 约翰。 这是一张 我们在徒步小镜上那个 有趣的时刻 无法控制的笑的照片。 这些照片 让我想起了 我们分享的快乐和欢笑。 安娜。 它们带回了那些 特殊时刻的情感。 约翰。 我很感激 我们创造的回忆和帮助我们 珍惜这些回忆的照片。 安娜。 当我们看这些照片时, 让我们也梦想未来的旅行 和我们想要探索的心目地地。 我喜欢这个主意, 约翰。 让我们计划 下一次冒险, 设想一下 我们一直梦想去的地方。 沿着海岸的公路 旅行怎么样? 安娜。 我们可以探索 迷人的海滨城镇 沉浸在沿海美景中。 这听起来很神奇。 约翰。 那么, 在山上徒步探险呢? 在那里, 我们可以挑战自我 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安娜。 让我们也考虑 参观历史名城, 沉浸在 它们丰富的文化和建筑中。 当然, 约翰。 这个世界 充满了等待被发现的奇迹, 我迫不及待地 想和你一起 踏上这些新的旅程。 安娜。 让我们一起 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品尝我们 烹饪创作的风味。 我喜欢这个主意, 约翰。 一起做饭 不仅很有趣, 而且是建立联系和创造 特别东西的好方法。 我们可以先切蔬菜吗? 安娜。 团队合作将使整个过程 更加愉快和高效。 当然, 约翰。 让我们划分任务, 汇集我们的技能, 准备一场 令人垂涎的盛宴。 安娜。 香料的香气 和锅中食材的刺鼻声 使我对晚餐 更加兴奋。 约翰。 和你一起做饭 提醒我们, 无论在厨房内 还是厨房外, 我们都是 相辅相成的。 安娜。 让我们拥抱 在沙发上看电影, 享受彼此的陪伴。 听起来很完美, 约翰。 这是一种放松身心 和营造放松 小天堂的舒适方式。 我去拿毯子。 安娜, 你可以选择电影。 让我们舒服一点, 让故事展开。 约翰, 依依在你身边, 让这部电影 更加有趣。 我在你的怀里 感到安全和被爱。 你的存在让房间 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安娜。 我最珍惜的是 这些安静的相处时光。 我也是, 约翰。 光是在这里 与你分享这段时光, 就提醒我生命中有你 是多么幸运。 安娜, 当我们入睡时, 我对我们共同的冒险热爱 充满感激之情。 我也是, 约翰。 我们对探索 和体验新事物的热爱 使我们的精神保持活力, 保持着牢固的纽带。 我们创造的回忆 和共同的梦想 激发了我们继续 共同踏上新冒险的愿望。 我很感激 我们共同的热情, 约翰。 这提醒人们, 生活注定要充实 而充满惊奇感。 早上好, 安娜。 我能感觉到 空中弥漫的期待。 今天是我们创造 美好回忆的又一天。 早上好, 约翰。 我很想知道 今天对我们来说会怎样。 让我们抓住 每一个机会 充分利用 这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安娜, 有你在我身边。 我知道每时每刻 都会充满欢乐、 爱和冒险。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约翰。 让我们 以开放的心态 和对新体验的 渴望开始 这个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